另外又出现了新流感的群聚感染事件 这次地点是在台中城公里的替代疫新讯中心 目前有374个人出现了类流感症状 有81个人确定感染A型流感 其中有4个人是确定感染了新流感 而为了降低这样的群聚感染事件 今天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公布了学校停课标准 台中城公里爆发了国内最大规模的流感群聚感染 这个月10号开始陆续了374名的替代疫男出现类流感的症状 经过快速筛检之后 有81人确定罹患A型流感 其中4人确定是新流感 在这个群聚里面也有5个检体 裁检了以后送到我们的实验室去做后续的检查 那发现其中有4个是H1N1的新型流感 有一个是H3的 所以我们判定这个是交互感染的 群聚感染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3起 面对9月即将开学 为了降低群聚感染的几率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今天针对高中职以下的学校 以班级为主定出了新的325停课标准 从8月31号开始 三天内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学生 感染到流感就全班停课五天 第一个病例开始发现之后就起算72小时三天 那这72小时三天之内还有一个这个发现第二个病例 就从第二个病例开始起算五天 那么感冒的学生我们是建议他要等到整个症状解除之后 24小时以后才返校来上课 而325的停课标准有地点限制 主要是针对学生在上课时发病 如果回家之后在家里发病的就不算在内 另外如果停课的班级变多 是否也要全校停课 将由各县市的政府自行决定 如果是全国停课 则有指挥中心对外宣布 至于大学以上的学校 停课的标准则由校方自行决定 记者综合报导